花用的土 肥料老足了 你吃啊 我不吃 爸爸 你尝尝啊 我不吃 我不吃 你是不是去 小区的花坛里挖的土 你怎么能干这事呢 对呗 小区花坛是公共设施 你说您上那儿挖什么土养花呢 别一说你 你就不乐意 那公共设施的土 说挖就挖呀 就是呗 物业三令五身 不允许破坏公共设施 爸您咋想的呀 你看 一说你那眼睛就翻了翻了的 帅皮啊 你看 一说你就撅个大嘴 你地包天啊 爸 我俩不是 你俩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我似乎好像是你们俩的父亲吧 是啊 那你俩怎么跟爹说话呢 爸 你看啊 现在是我跟小美丽在这说你 你这事要让我大姐夫知道了 不一定怎么批评你呢 你大姐夫 那他能怎么批评我呀 他又不像话了 你听听 那根本没人管你了 怎么能这么干 刚才你生气了 我太生气了 不是你听我解释 我这个花土不是从那个小区花坛里挖的 是从隔壁老王家花盆里挖的 啥 爸 你跑人王叔家的花盆里挖土去了 你咋不直接把人花抱家来呢 他那花我不稀罕 你看 这花土好 爸 你别老跟我这儿吐吐吐吐的 吐吐吐吐来吐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说啥呀 我是问今天咱们家谁洗衣服了 洗衣服那没我事 你不用看我 我在咱家那是实质不沾阳唇水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洗衣服 我不看你 你下辈子你都不会干活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啊 就是我洗的 你看我手都泡白了 惊不惊喜 一笔一败 不用夸我啊 我会骄傲的 小美丽 你干啥呀 你闲着没事了 你没事你洗什么衣服啊 干什么玩意 那衣服呆在脸盆里面呆的挺舒服的 你洗它干什么 人家招你惹你了 你聊着他个场 你说 你平时你也不干活啊 你从来也没干过活 我跟你说小美丽 你要是懒就一直懒下去 你像你二姐学 对不对 踏踏实实懒一辈子 一直懒到走 你说你 你懒了二十多年 你突然不懒呢 你这一下谁受得了 刚哥 现在洗衣服算犯错误啊 洗衣服不算错误 这是晾衣服的事 以后谁洗衣服也不准晾啊 哦着呀 啥呀 我问你 你们把衣服晾哪了 嗯 嗯 什么玩意啊 是不是晾到窗户外边 搭了个简一晾一架 嗯 谁让你们干嘛干的 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 咱们小区物业有规定 不能在窗户外边搭那个晾一件晾东西 万一咔嚓掉下来把人砸着砸整 大姐哥 看好了行不行 咱家这是一楼 一楼 一楼也不行啊 一楼 咋的滑滑草草也不好嘛 再说 二楼要跟一楼学呢 三楼跟二楼学 一直学到十五楼 那多危险呢 还有 这楼建的多漂亮啊 这往外边搭这可搭搭乱七八糟 搭搭鱼一看 那以为贴上马赛克了呢 这就是说这个错误挺严重啊 太严重了 我得批评他们 不是 你能不能把批评他俩这活儿让给我 为啥 他俩刚才许我半天了 你让我报报仇 可以 小米热你过来 呀 说你了 没事 你乱晾什么衣服 你说 你洗的衣服 有塌的吗 有 你 抓进来 你看着吗 一说那俩眼睛就翻了翻了 你双眼皮啊 还有你 你说就绝个大嘴 你低包天啊 这活儿挺过瘾的 说 你们洗那个衣服还有谁的 你的 爸 归队吧 你往里脸给我穿个地方 爸呀 别我一说您 您就巴拉巴拉眨眼 怎么的 双眼皮啊 别我还没说您就绝嘴 怎么的 低包天啊 不是 大姐夫你今儿吃香药了是吧 你回家逮谁说谁啊 怎么的了 我俩不就洗个衣服吗 不就晾了几件爸的衣服怎么了 还晾了爸的几件衣服怎么了 爸这一件衣服 顶上别人家一条床背了 就爸这衣服要是从楼上掉下来 不砸死人 也得把谁埋了 干啥去啊爸 我收背去 好 好 这是错就改 这就是对的 除了晾那个爸的衣服以外 还晾啥了 没 就几件小件 啥小件啊 就还有几条丝袜 你能能惹啥祸是咋的 就是 哎呀我的妈呀 丝袜还不惹祸 丝袜还不惹祸 啊 夫子约 不怕事不大 就怕亮丝袜 哪个夫子约的啊 哪个夫子 大姐夫 这瞎约 你俩做好了 你不怪我今天给你们发这么大的脾气 我再三跟你们说啊 咱们小区物业有规定的事情 你们一定要严格遵守 我是物业副经理 我自己都不遵守 我还怎么去要求别人呢 对不对 咱们不得从自身做起吗 是 是不是 你就这事我跟你说 一会儿 咱们物业的田经理 就得批评我 就得跟我发脾气 你知道吗 那咋的 他还能追咱家来批评你啊 周副经理 你看来了吧 周副经理 哎 田经理 问你点事啊 啊 平时你们家的谁洗衣服 那个啊 啊 那个 我啊 我洗的 我洗的衣服 你闲的呀 啊 那衣服在盆里待着好好的 我再招你得你了 是 你没事儿聊是他干啥呀 那个 田经理啊 啊 那今天这衣服啊 确实不是我洗的 那你告诉我 今天这衣服谁洗的 我洗的 洗的好啊 小米烈 咱们女孩子 不是 你们女孩子 就应该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 非常好 哎哎哎哎哎 刚才不是说洗衣服不好吗 洗 洗衣服有啥不好啊 问题是晾衣服的 赵刚子 哎 今天这衣服谁晾的 哎 也是我晾的 晾的对 哎 小米烈 天儿这么热呢 衣服我洗完不晾不馊了吗 主要是晾衣服这个地方 赵刚子 乌叶说没说 三零武神强调 不让私自大量一架 怎么着乌叶副经理 这点事传达不到位吗 是我错了 我我我我下回一定改正 我我再传说一遍啊 以后 规章制度绝对不能破坏 再破坏的话 我跟你说 大姐夫可是容易发脾气的啊 斌斌 你这么凶啊 哎呀 你消气啊 哎 大姐夫 哎 这现在你现在是什么职位 我 我啊 我咱物业副经理啊 那你怎么跟业主说话呢 啊 跟业主说话 好好说 和颜悦色 知不知道 你说就你这态度 我能不批评你 去去去 反应反应 啊 大姐夫过来 啊 谁呀 跟谁俩整一下整一下呢 他干啥的 不是 这我们单位的经理 你现在在哪呢 在家呀 那你怕他干啥呀 你在咱们家什么地位呀 大姐夫啊 对呀 你大姐夫啊 他呢 他是有可能是咱未来的三妹夫 你先别说有没有可能 就算他现在是咱家三妹夫 你俩中间是不是还格格二呢 是啊 是格格二 对呗 那你怕他干啥呀 你这个时候你这么惯着他 嗯 你信不信你要给他灌出毛病来 以后咱们家前准分 左边给你挖坑 他在右边就敢给你买土 你还能有猪头猪吗 是好 还是好 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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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们 啊 老一 什么啊 那个 你在家里边 你对你大姐夫是怎么说话的 你对大姐夫什么态度 大姐夫 那个 有什么吩咐 隔着二 过来 不要 隔着二太难听了 三 过来 这不就好听多了吗 大姐夫 我跟你说啊 未来的妹夫 以后你对大姐夫 你得客气点 是不是 是 以后你真进了咱们这个家 你就是我三妹夫 你得跟榜样学 你跟好人学 你别跟前生分学 天天第一个铁锹 给我挖坑 听见没 我那个不拿铁锹挖坑 我主要找你是谈谈工作 经理情致事 大姐夫 大姐夫 你说 那个 我知道天经理这事确实是我们家做错了 责任主要在我 你放心 我回头说一下 那个我再说一遍啊 大姐夫 啊 那个啊 你们家洗衣服呀 啊 不是 咱们家呀 啊 啊 洗衣服 错没错 啊 但是有一件衣服还立功啊 啊 什么玩意 我们家衣服立功了啊 哪件衣服立功了 一条丝袜呀 丝袜呀 哎呦我的妈呀 真真真立功了 真认得逗你 哎呦我的妈呀 咱俩一条丝袜立功了啊 哎呦我的妈这哪想理去 你说我在物业我我干二十多年我没立功 一条丝袜亮一会儿立功了 哎呦我的妈丝袜立功了 这是怎么样的一条丝袜你 这是一条神奇的丝袜呀 啊 这是一条有想法的丝袜啊 啊 啊 今天呢 啊 也不知道从哪儿跑进了一条狗 啊 那狗啊 看见那小孩在院里玩 那狗就追呀 啊 狗越追 小孩越跑 小孩越跑狗越追 那狗 眼看就是追到小孩的时候 从这儿这样的这条丝袜呀 啪 就糊到了狗的眼睛上 使狗迷失了方向 小孩得救了 我的妈呀 这丝袜能飘那老远 那得多兜风啊 哎 我估计是我大姐那条 嗯 有可能 不会 不可能 怎么呢 要真是你大姐的丝袜 啊 就直接把狗套里边 这有道理 有可能 哎 不好意思啊 接个电话 好好好 哎是我 哎呀 哎出事了 怎么了 打了了吧 没事了 怎么呢 你亮几条袜子 三条啊 这就剩俩的丢一条 丢什么丢 咱家那条皮熬出去立功进来 哈哈 死吧 什么 这么严重吗 啊 行行行 那我那我知道了 笨笨 又出啥事了 怎么回事 还是 这是你们家那条丝袜呀 不是立功了吗 是 立完功之后可能有些膨胀了 又出息惹祸了 麻麻了 这糊完狗眼睛之后啊 啊 这条丝袜又起飞了 就飞到咱们小区的喷泉里 啊 那抽水泵啊 正好一抽 把那丝袜就抽进去了 这把喷泉堵住都喷不出来了 完了 坏了坏了坏了 那那那泵啊 老容易坏了 这丝袜一堵进去 泵肯定坏了 这还不是得修啊 怎么也得赔钱给人修啊 那那咱们赔 哎呀 我们赔 因为这丝袜是我们家的 爸 咱俩赔 对 行 那这个丝袜就算我的 我赔吧 啊 丝袜是我的 我赔 丝袜是我的 我 笨笨 哎呀 我找了你一大圈啊 笨笨 他们误言说 你可能在这附近里家 我就找来了 不是 咪咪你先找我有事啊 笨笨 我可能有祸了 我今天洗了一条丝袜 我这祸就往哪挂呢 我从十五了往下一看 哎 赵副经理他们家丝袜 挂在窗户外边了 我一想 我得跟着他走啊 于是我也挂出来了 可是我刚一亮出来啊 哦 来了一间大风 我那丝袜就飘走了 我眼瞅着他 飘飘悠悠 飘飘悠悠 就往咱们小区喷泉方向去了 然后那个喷泉就不喷水了 我这是不是给咱小区喷泉添堵了 你合金我得赶紧跟你们说一声 我得赔呀 得赔多钱呀 哎咪咪啊 这原来你的丝袜啊 原来是咪咪的丝袜 我的丝袜 我说什么 那个哎不好意思啊 再接个电话 来来来咪咪 快坐来 哎哎哎 咪咪洋 放点水 来来来 快坐快坐 怎么办呀 咪咪啊 我我真没想到 我跟你说爸 这我跟你说啊 咪咪要是不说的话 谁知道是他的丝袜呀 对对对 对不对 这多诚实啊 而且你就是为了要修这个辈 跑前跑后的 从屋页就跑我们家来 你这就是担当精神 这有责任感 对 这咱得学习 学习 咪咪你放心啊 我跟你说啊 这事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 我们家也有很大责任 对对对 为啥呢 因为你的那个丝袜 是跟着我们家的丝袜走的 所以我们家承担一半责任 对 别别 我的业 我就跟人一样 别别 别别我了 行了行了 那个臭水泵啊 谁也不用修了啊 刚给我打的电话 说那个喷泉呢 把那丝袜又喷出来了 那丝袜正在喷泉上 偏偏起舞呢 我的妈呀 那是我的丝袜在喷泉上飘呢 赶紧拿下来